KK剛剛進入了一題問題 他說9988阿里巴巴追不追呢 他說是否已經轉勢呢 上網可以賺多少呢 那個勢就轉了 但是問題是說 最多都是由大英雄轉到上落格局 港股都是這樣看 阿里巴巴都是這樣看 所以如果你選擇這些位置收的時候 第一方面要問問 為何80點元的時候不買 怕的 那就分住收集 為何你現在110點元的時候 你又不怕 你要想很多這些東西 你覺得你現在賣股票上面 第一方面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現在說的市場關於這些股份 就是衝勁一些政策改變 公司有一個穩定的盈利能力 股值可以向上mark up 但是能夠記載多少呢 我覺得不會太多 甚至說未來可能傳賣集團有機會上 但上可能股值也不太高 時間還要很久 所以未來可能行一個上落的格局 現在正正高位的時候 你突然間去追 純粹是因為見識升得多 那就會有機會出事 所以這一刻你去追 老實說一句不值 但是你完全沒有貨在身上 那下回去的時候 你又未必肯買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分住收集 你抱著一個心態 下到八十多元 你還是購貨 那就OK了 但如果你這些市場上 經常打算一煮過要贏 要賺錢 要投機炒的話 第一方面你要轉身轉鬥很快 那115元穿了 你就走了 3元而已 有什麼所謂 你現在買沒問題 但就要經常出出入入 你要問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能力短炒 你有這樣的能力短炒的話 其實過一年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市況下版明行單 你可以投資很多東西 賺很多錢 現在手頭上應該賺到盆滿盆滿了 問題就是如果去年都沒有能力去短炒 為什麼你會覺得突然間這一刻你OK 就是一個分別 所以我覺得我給投資意見 這半年都是這樣的 不是半年那麼誇張 從3月開始劇上來的時候 都是這樣說 分階段收集 這一刻是一個古底形態 118這些位置還是很便宜的 但問題是 可以波動性很大 我怕你落到100元的時候 就叫救命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阿里巴巴真的沒有貨 你有興趣的時候 分階段收集 我覺得會這樣 這個策略沒有問題 等一下 我們有為了 你一直測試 你一直測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